好順便講一下 這個地方空白加個底線 這個是一個規則 VB跟VBA的規則都是這樣子 好 那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把前面的部分call過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把這個兩個邏輯 一個就是說 我在 啟動表單的時候 那啟動表單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user phone點兩下 這地方第一個先把清單加進來 那個清單的話就是點下去之後的話 可以輸出由小到大 或者由大到小 或者由小到大 這個清單 基本上跟前面一樣 就是 當我點擊的時候 就是直接怎麼樣 點擊這個表單兩下 這個表單好點兩下 然後呢 直接在這個地方 把這個事件改為 Initialize 或者是前面我們還有用另外一個叫做 Activate 這兩個其實好像都可以 都沒問題 然後呢 add item裡面呢 就加上 cb.add item 由大到小 由小到大 OK 有兩個項目 那 當我按一下那個按鈕的時候 我要做什麼事情呢 判斷一下 如果 這個cb.test cb.test 實際上就是指的是 實用者選了哪一個 如果他是由大到小的話 好 那我們就這樣做什麼事情呢 把剛剛由大到小的這個回圈 放在這裡 讓他去跑 反之的話呢 else 就是把由小到大 到大呢 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那end if 基本上架構是這樣子 OK 那判斷的條件就是cb.test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跑完之後的話 那最後再加上一個按鈕 那這個按鈕呢 一樣要在你的程式裡面 再增加一個 在module裡面 增加一個什麼呢 就是啟動表單 那並且 裡面的程式基本上就home.show home.show 然後並且在這個地方 加上一個 插入一個什麼呢 插入一個表單控制箱裡面的按鈕 然後呢 指向什麼呢 指向這個啟動表單 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點擊有沒有 我們就會跳出 由大到小按確定 自動幫我排列 由小到大 按確定 自動排列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切 切 OK 好 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bus 運氣 經ир 嗯 谢谢观看